咱们来看屏幕 这个是医生和病人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先看这个看前面去 说病人这方面 The majority of the patient attending the medical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s feel that they have not received adequate treatment unless they are able to carry home with them some tangible remedy in the shape of a bottle of medicine, a box of pills, or a small jar of ointments and the doctor in charge of the department is only too ready to provide them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这句话比较长 但是你就是个病例句嘛 我们看倒数第三行这个and的病例连词引导两个病例句 第一句话呢说病人 第一句话比较长一点 然后呢这个第一句话的主语是 病人中的大多数的majority of the patient这主语 然后这个带消耗线的白颜色的地方呢 是后置定语 attending philip动词到后置定语嘛 就是到我们医院的门诊部来看病的病人的大多数 主语完了 主语的未动词是feel 是觉得这大多数就都觉得是什么呢 后面的nap开始一直到ointment结束 这整个黄颜色的都是一个巨大的病 一个巨大的病语从具 所以feel的病语 觉得什么呢 they have not received adequate treatment 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治疗 好了 然后unless牵套在定语从具内部的条件状语从具 所以unless开始一直到这个黄颜色的 好一本这儿结束 这是一个条件状语从具 除非怎么样 除非they are able to carry 他们能够带回去 你看they carry 后面避免一个是什么呢 some tangible remedy 一直到居末 因为carry是奇无动词嘛 对吧 但是呢我们先说了两个状语 一个是父词home 主语的home不是名词了 是到家或在家 是父词home 第二个状语是wisdom 为什么先说两个状语呢 因为carry后面的宾语太长了 我们多次说过 在奇无动词或者戒词之后 如果宾语长状语短 咱们习惯上先说状语后说宾语 这个又看到了吧 carry后面先说一个状语 是父词home 再说状语 戒词呢wisdom 带回家 一块带回家 什么呢 carry后面宾语在这呢 some tangible remedy 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药物 什么药物呢 后面那个带下号线的in the shape 都去一直到ointment这结束 这个不明显是后置顺语修饰这个药物 in the shape of 表示以某种形式构成的某个东西 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一瓶子药啊 什么一盒药片啊 一小瓶的药膏啊等等 如果他们要不给大夫不给开的药的话 他们就觉得没有得到充分治疗 这解释为什么咱们病人迷信药瓶子 他们觉得你不顾开药白跑一趟 医生呢 医生也乐意 你看 and引出病了去 the doctor这个医生们in charge of the department 就是那些这个部门的那些医生 the doctor不是特指是类职了 我们说过单数前面加定词的 可以表示一类人 就是这个department哪个地方 这不有吗 outpatient department 门诊部吗 门诊部的医生们实在是太愿意了 直接给他们开这些他们需要的东西 be only too ready to do something 就非常乐意做模式 为什么这个too too翻译成非常愿意 非常非常怎么样 咱们一会儿会详细说 这整个这就他的语法成功的分析 先我们看看词法的一些细节 首先我们看这个attend 它本身可以表示出席到某个地方去 就是到门诊部来看病就好了 你像attend meeting 是表示来开会 出席会议 attend如果在跟医生固定搭配的时候呢 往往可以省略贯词 而且必须省略贯词 你看比如说 attend college 上大学 就类似于go to college 不加那个the一样 attend church 去教堂做礼拜 就不能说attend the church attend hospital 去医院看病 类似于go to hospital go to church 强调这些名词 它的功能的时候 前面一般就不加官司了 但本文中到门诊部 这不是属于这种固定搭配 也加上官司 好 本文中说门诊部 outpatient department 它来自于门诊病人 这个词 我们中间out和patient中间加不加连字符都行 拼成一个词 我中间加连字符 out和我们加连字符 hyphen也行 都是门诊病人 大声度下 outpatient outpatient 门诊病人 门诊部呢 叫做outpatient department 正规的表达里面 outpatient后面有单数更常见一些 缩写呢 更常见了 叫opd opd 三个字符 opd stands for or is short for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还有住院部 门诊病人叫outpatient 住院部 这个住院病人呢 非常好记 把out和in就好了 住院病人不住的医院里边不走了 注意不是不耐烦的 不耐烦的那形容词是 i am 这是i in开头的 去分开 注意在前面大声里面 inpatient inpatient 就是住院病人 同样的住院部叫the inpatient department 缩写叫IPD 我们在医院里面看到大红字 opd ipd 就是这个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还有一个叫急诊 就不叫急诊部了 急诊比较小 就急诊室或急诊科 在美国一般用emergency room 咱们缩写用er 看到er就指的是急诊科 或急诊室 emergency room 就好了 这是医院中几个常见的 所以这个常识可以记住了 就说到我们医院里边 门诊部来看病的病人 然后注意完了 feel 微动词 我们加病人同学 他们觉得他没有得到充分的治疗 这是老知识复习了 讲过无数遍了 从三册就说 receive加名词是受到得到或遭到 因为同学们说受到得到遭到形容被动 受到侮辱 受到侮辱 be insulted 被表扬了 be praised 得到支持 be supported 但在书面中更喜欢 receive加名词 你比如说 receive praise 得到表扬 receive abuse 遭到了谩骂 注意abuse名词发声音 receive support 得到了支持 receive insult 遭到了什么侮辱 insult 可以为了口头的谩骂侮辱 对吧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得到了 遭到了 倒霉 倒霉的事就遭到了 再比如说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receive a warm welcome 对吧 再比如说 我们说 在本文中得到了充分的治疗 receive adequate treatment 得到充分治疗 得到了良好教育 receive good education 得到良好教育 再比如说 我们说 受了重伤 遭受了重伤 receive a serious injury 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们说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receive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receive受到大量的关注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也能说 receive wide attention but a great deal 或者wine也行 得到广泛关注 这个是有课文为证的 比如咱们看三册的第八课 新三册第八课 these young people who love the peace of the mountains always receive a warm welcome at same but not a monastery 这些年轻人喜欢山区的营兴 在圣佛纳德修斗院 总能得到热力的欢迎 得到欢迎 再比如说三册二十三个 no creature has received more praise and abuse than a common garden snail 没有任何生物多多的表扬 和遭到谩骂 能超过常见的欢迎蜗牛了 这个得到了表扬 receive praise so the mama receive abuse 这个是同时期 在比如说三册的第三十一课 得到了广泛关注 就是可爱的怪人那个书 this exhibition received the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in the press 这次展览得到了新闻界 新闻界叫做the press 广泛的关注 因为尽管呢 它被认为是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其实它是狄级自己画的 这是receive家名词 这个变化 好 再回头去诺 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得到充分治疗 除非unless 他说 they are able to carry home wisdom 这个home和wisdom是壮益前置 然后并于是some tangible remedy 就是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这个药物 remedy 药物 疗法 这个在这儿是药物就好了 这个in the shape of 是固定搭配 就要以某个形式来构成的 有的时候经常可以把shape 换成form in the shape of in the form 以什么什么形式 在这儿不是形状了 是形式 比如说help came in the shape of one a ten thousand dollars loan from his parents 帮助来了 用什么形式呢 用从他父母亲来的 这个以一万美金贷款的 这个形式来的 十个千 一万 但是我们发现成 中文这么翻译别扭 干脆我们用 我们不能用帮助做主语 帮助是个动词在中文中 谁帮助啊 他的父母亲 他的父母亲 以一万美元借款 或者是贷款 这个方式来帮助他 父母亲说 你长大了 这钱 要再还给爸妈妈 他的父母亲 用一万美元贷款 借款的形式 资助了他 就这么一个 以什么形式 再次说 we haven't received proposals from him in any form 或者in any shape 都行 我们没有得到他 任何形式的建议 得到建议 依然是receive加名词 那个 以任何形式 in any shape 或in any form 都行 这个到了未来 四十六课 还会碰到 类似的句子 比如说我们看一看 这个 274页的第十五号 274页的第十五号 There's no superior day in the shape of management and hotel hierarchies to darken his holiday days 在那个地方 就露营的地方呢 没有那些更高级的 所谓的他们 哪些他们呢 就以这种形式来构成的 他们 什么管理层啊 是什么酒店里的 什么统治者啊 这个hierarchy可以表示 这统治阶级 管理层 领导层 就是那个 在酒店的管理层 或者这个警道 就这个 酒店那些老板啊 那些领导啊 那些所谓地位更高级 他们来让他 本来很开心的 度假的日子 变得昏暗 就在露营地里面 大家都是来露营的 地位是很平等的 但在酒店里面呢 经常一些 什么地位很高的人呢 让我们觉得 日子变得昏暗了 就这个 in the shape of 以某个形式 Hierarchy 这可以表示 等级之处 也可以表示 领导层 这个 这个 就行 management 就是管理层 就好了 这以某个形式 来存在的 本文中是以什么形式呢 A bottle medicine 一瓶的药 A box of pills 一盒药片 Or small germ ointment ointment是药膏呢 这儿小瓶子 一小瓶药膏 这个形式 这个 来拿到 否则的话 他们就觉得 没有得到出份治疗 这病人太多 医生呢 and doctors in charge of the department 就是来这个主管 门诊部的医生们 It's only too ready to provide them with the requirements 而那些这个医生们 实在是非常愿意 给他们提供 这些他们需要的东西 这里面出现了 to-to to-to这个结构 咱们最熟悉的是 太怎么样 而不能 比如说 He was too excited to say a word 他太兴奋了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是 大家比较熟悉的结构 叫太怎么样 而不怎么样 这个to 隐藏这个否定 但是在本文中呢 你不能发现 他们只是太乐意了 而不给他们提供这个药 太乐意 怎么又不给提供呢 所以这个to-to 注意翻译 在本文中 要翻译成做某事 非常的如何 做某事求之不得 在什么时候 该怎么来翻译呢 我们在第一个to 这个to后面 如果出现了 以下这些类型的形容词的时候 一般要翻译成 做某事非常如何 哪些类型呢 仔细来看看 本文中 看是不是在里面 第一种就是表示高兴的 glad please 等等 很高兴的 很开心的 第二种 乐意的 愿意的 你看本文中出现ready 这个词了 ready willing 就要乐意的 还有prepared 等等 乐意的 easy ab 容易的 也是 还有eager anxious 急切的 我们注意表示 高兴的 乐意的 容易的 急切的 交集的 这个时候 在to 后面出现这样的形容词的时候 一般翻译成做某事 非常如何 求之不得了 本文中是第二种ready的 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beginners are too apt to make mistakes 这个初学者很容易会犯错 这个apt属于刚才四种里的第三种 叫异于的 容易的 不能翻译太容易了 而不会犯错 很容易犯错 she's too willing to marry him 不能翻译太愿意了 而不想嫁给他 他嫁给的男的 求之不得 非常乐意 too too early 对 那么本文中only是怎么个事呢 我们记住 在这个做某事非常的如何 一定是这个含义啊 to表这个含义的时候 经常用其他的副词 进一步加强语气 用哪个呢 常见的是这三个 only all 和but 但注意 这个时候这三个词 都是副词 都不翻译出来了 不要翻得仅仅啊 全部的 什么但是啊 除了 没有这个意思 不翻译出来了 还是非常怎么样 这三个词 经常可以用某一个来进一步加强语气 本文中用的是 only to 就是非常 依然是非常 咱们再看一些例子 I'm only too pleased to help you 我帮助你 非常高兴 这个比单独 I'm too pleased 语气要略强一些 但翻译起来几乎一样 only 就非常非常 加强语气 而不要翻译出唯一的 再比如说 They're too glad to do so 他们非常高兴这么做 这个but 加不加都行 加上but之后语气更重一些 但不能翻译出但是 或者翻译出除了 这都不对 他语气词不翻译出来 下面这个句子出自我们新概念三册的第37课 开往温斯顿海门的快车 你看这里面出现 It's all too easy to blame the railway authorities when something does go wrong 当事情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去责备那些铁路当局 It's all too easy 不能翻译出全部的很容易哦 就是非常容易 另外你看里面 please的高兴的属于第一类 glad的属于第一类 easy容易的属于第三类 都属于咱们四大类 再回顾一下 高兴的 乐意的 容易的 还最后急切的 迫切的 这是固定搭配 就是too的翻译方法 非常讨厌 还有几组容易翻译错的 咱们不妨放在一块来看 就是这个 cannot或cannever什么什么 跟too搭配 这个容易翻译错 很容易把它翻译成 不要太怎么怎么样 而它得翻译成 太怎么怎么样 也不过分 也不可能的太如何如何 这个太抽象 咱们看一些例子吧 比如新概念二册的第41课 新概念二册的第41课有这么句话 a woman can't have too many hats 这个怎么翻译 注意不要翻译成一个女人不能有太多帽子 而是表示一个女人有再多的帽子也不嫌多 多多益善 为什么呢 字面意思是一个女人不可能有太多的帽子 再多也不可能会太多 就这个意思 而不要翻译成这个父女不能有太多帽子 这个容易翻译错 再比如这句话 还是在二册的43语课里面 a man can never have too many ties 一个男人 零当然再多也不嫌多 cannot can never 意思差不多 never语气更强了 但这个to也是注意翻译 别翻译成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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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单独那么翻译 跟cannot can never放在一块 就是表示这个这个多多益善 越多越好 这个很容易翻译错 不光是我们一些搞英文工作的人呢 也经常会犯错 咱们再看一些例子 看该怎么来翻译 比如说看这个篇 这篇的 it cannot be too strongly emphasized that mathematics is the basis of science 这个事情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就不可能过分地强调它 就越强的多越好 是什么呢 前面的形式主义后面代主义总局 数学是科学的基础 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就是强调的越多越好 就这么一个 说是真理的 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在双城记中的一个骗的 let it deceive them then a little longer it cannot deceive them too much 原文中文是这么翻译的 那就再骗骗他们呢 再骗得更久一些 不要骗得太过分哦 这个当时的中文翻译错了 那干脆就再骗一骗他们 再骗得更久一些吧 再怎么骗他们也不过分 这帮家伙太可恨了 it cannot deceive them too much 你再怎么骗他也不会骗得太多 这个意思 这个容易翻译错了 我们再看在第三帝国的兴衰 这本书中的一个句子 我们拿着来看一看 这个也是当时中文翻译错了 你看这怎么强调啊 As for the time of attack Hitler told him his reluctant generals the start cannot take place too early it is to take place in all circumstances this autumn As for是对于呢 对于开始进攻的这个时间 希特勒对于他那些勉强的 不太乐意的那些将军们说 什么呢 这个开始 这个原文翻译中 不要开始的太早 这个翻译的错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个开始的时间 再怎么早也不会太早 不可能太早 就是开始进攻时间越早越好 无论如何 今年秋天必须发起总攻 in all circumstances 就无论如何的意思 你看这不能翻译成 不要进攻的太早 进攻开始越早越好 为什么 再早也不会太早 这can not can never跟to连用 注意很容易 他就字面不得翻译错了 这是to的几个特殊翻译方式 咱们要注意 那么后面就说了 门诊部的医生实在是非常乐意给他们开他们需要的东西 this requirements 这是被需要的东西 就是刚才那些什么 一瓶的药啊 一盒药片啊 一小瓶药干 这个东西 直接给他们就完事大机了 那下一句第四句的逻辑又是 那又为什么呢 为什么大夫愿意给他们开药呢 为什么这么做呢 咱们看第四句话进一步解释 医生这个东西